牛肉的吃法 牛肉的吃法 我不預計你們不知道 這一種牛肉的吃法 真的太好吃了 加點蛋清 可以讓牛肉變得更加的嫩滑 調料很簡單 豆白漿和火鍋底料 先把配菜高薯 倒進鍋裡打底 再來一點豆腐 用油激發出香氣 這杯飲料有個很好評的名字 梅牛煩惱 在晚上的時候看到這一鍋 誰不迷糊啊 鍋滿湯汁的牛肉特別嫩滑 你要不要也來一萬 春天是長得的黃金漆 我每周都會給孩子做這個裙袋菜蝦仁湯 油熱增下五個雞蛋 先倒兩面焦黃 倒出切小塊 裙袋菜冷水泡發 一點就可以泡出很多 都是小面葉 油熱蔥蒜炒香 放蝦仁炒變色 倒入雞蛋 加101度的開水 放嫩豆腐和裙袋菜 最後加鹽和蔥花調味即可 每次做女兒都要喝好幾碗 毛在家裡就想吃點好做又好吃的 今天給大家推薦我新種草的看師傅手擀麵 簡單 美味 即使是廚房小白 也能用它煮出好吃的麵條 首先混鍋裡倒入600毫升清水 把麵米放進鍋裡 蓋上鍋蓋煮三分鐘 三分鐘到了 我們掀起鍋蓋 把麵條輕輕調散 加入熬製的高湯包和調理包 把青菜和雞蛋放進去 蓋上蓋子再煮三分鐘 大家可以看到 這個麵條煮了這麼久 還是特別的筋道 筋道爽口的麵條 搭配暖暖鮮濃的高湯 如果你也心動了 那就趕快把這碗看師傅手擀麵 做給你愛的人吃吧 不過雞蛋這個方法學會了 這個人一輩子吃雞蛋都會想起你 能不能成功最關鍵的就是配比 我放在屏幕上咯 記得要過下篩口感會更細膩 放進冰箱冷藏兩小時 下這樣的烤盤刷滿油 放進烤箱220度 先烤10分鐘 趁熱把麵糊倒進去 再放進烤箱烤上20分鐘 這鼓起來的樣子是不是很有趣 平安夜嘛還是要吃個蘋果 直接啃吃膩了來試試做一杯肉紅酒 喝起來特別的暖 擠上奶油 咬上糖霜 再增加一點聖誕氣息 酥酥的外皮和冰涼的奶油在嘴裡一下爆開 形成了強烈的對比 這樣的聖誕小食應該沒有人會不心動吧 家裡吃不完的土豆可千萬別丟了 土豆切丁 過一下清水 一定要多洗幾遍 洗去表面的澱粉 鍋底一層薄油 先把土豆炒軟 澱粉稍微多一點 這樣炸的時候不容易散 揪一坨蝦泥 把芝士包在中間 再用土豆泥包起來 整理一下 粘成一口一個的大小 油溫八成熱下鍋炸 再來做一杯好喝的 把柚子倒出汁水 加入滿杯的冰箱 倒入氣泡水 最後來點養肋多 土豆也炸好啦 看看這金燦燦的外皮 一定要來點番茄醬 土豆和番茄可真是絕配 金黃酥脆的外皮裡面 一共有三種口感 軟糯的土豆 Q彈的蝦滑 還有流星的芝士 快做給應該的人吃吧 酒很燙 吹涼了再吃 今天是男朋友一定要吃的海鮮粥 沒有男朋友的也好自己動手 鍋底一層剝油 放入蝦頭炒出蝦油 加水你就得到一波熱騰騰的蝦湯了 喜歡吃青粥就少下一點大米 喜歡吃濃的就多下一點 爛小時候加入自己喜歡的配菜 關鍵就是最少花生醬 爛粥的味道變得更香濃 在下著小雨的天氣裡 躲在房間裡面來上一碗 別提有多愜意了 快做給你愛的人吃吧 如果有這麼一道菜 不用洗鍋 不用洗碗 你的男朋友會為你做嗎 快來按你的男朋友做好筆記 沒有男朋友的 也可以叫閨蜜動手哦 這道菜的關鍵就在於 找一個不用洗碗的洗紙盒 調料也很簡單 粉絲要多加點 像我就加少了 不夠吃 一勺鹽一勺雞精一勺蠔油 淡碗清水 喜歡吃辣的可以加點青紅椒 再拿一勺錫紙分出口 簡單方便還好吃 快速提升你的家庭地位 快做給你愛的人吃吧 今天是不論有沒有男朋友 都要學的毛學王 最近天氣變得好人哦 無論何時何地 即使一個人也要照顧好自己 用無美價廉的食材 做一頓好飯 犒勞一下自己吧 鍋裡加入蔥薑蒜 豆瓣醬 火鍋底料 炒出紅油 再到屏幕上調調調調味 然後就可以下準備好的食材了 鋪在配菜上 淋上湯汁 撒上蔥花 蒜末 花椒 幹辣椒 芝麻 最後用油滋一下 快過年了 一定要學起來哦 做給你愛的人吃 很久沒送花的 可以做做看 畢竟這也算花的一種 快來你的男朋友做好筆記 沒有男朋友的 也要自己動手哦 切開花的香腸 烙上面條 多做一點 要不不夠吃哦 下鍋炸的時候 你就可以看到香腸慢慢開花了 拌協底都好吃的配方 在屏幕上咯 倒入炸好的香腸 攒拌均勻 撒上蔥花 裝飾一下 麵條炸得焦香酥脆 香腸又Q彈入味 快做給你愛的人吃吧 你們身邊有特別愛吃土豆的人嗎 今天是 男朋友一定要學的乾鍋土豆 沒有男朋友的 也要自己動手哦 先把切好的土豆片 煎至焦黃 鍋不用洗 加入五花肉 煎出油之後 下入屏幕上調料 這個時候再倒入煎好的土豆片 保留酥脆的口感 香腸飯都不夠吃的乾木土豆 就做好啦 快做給你愛的人吃吧 我心目中的花生醬天花板 你們可以一定要試一試 不到一杯奶茶錢 就可以帶走兩罐 一罐你們有200克 配料保乾乾淨淨只有花生 還是帶顆粒的那種 海鹽味的就加了點海鹽 早上用來磨吐司 中午用來拌麵 晚上用來當火鍋醬料 那味道絕絕絕子 我還記得我第一個火的視頻是 柠檬蝦 悄悄地問一句 你們有人幫你剝蝦了嗎 今天是男朋友一定要學的油燜大蝦 沒有男朋友該咬自己動手 加入蔥姜 還有屏幕上的調料 蓋上蓋子 燜煮三分鐘 翻拌均勻 大火熟乾湯汁 這樣做出來的蝦 保留了它原本的鮮甜 還有Q糖的口感 加上包裹在表面的醬汁 炒下飯 快做給你愛的人吃吧 你見過不用一滴油做的厚蛋燒嗎 口感很嫩很細膩 碗中打入四個雞蛋加一點鹽 攪拌均勻 水開後攪出大漩渦 快速倒入雞蛋液 關火撈出來放到豬簾上 擠一擠水分 卷一卷定型 切成方方的小塊 擠點沙拉醬 撒點海苔碎 可以當早餐 簡單快速還好吃 你也試試吧 沒想到我吃過最好吃的拌拌糖 居然是用肉做的 牛肉買的不夠大塊 就把它對半切開 把肉質敲到鬆軟 煎幾片培根 黑胡椒抹魚入底味 鋪上芝士片 還有煎好的培根 搗碎一些堅果備用 撒上新鮮的歐芹 一定要加點堅果 這樣口感會更好 檸檬蟹也來一點 盡量的捲得緊實一些 用土夫節把肉綁緊 第一片把肉煎至定型 表面要煎出焦荷感 美而得反應 邊角也不要放過 從板線的中間把主線穿進去 切成薄厚均勻的肉片 你們看 是不是超像棒棒糖的 融化一塊黃油 直接放上去煎 不用擔心芝士會化出來 再灑上一點黑胡椒調味 簡單的擺個盤 捲起來的牛肉煎得剛剛好 肉質都會老老的鎖在其中 每一口咬下去的口感都超豐富 快做給你愛的人吃吧 沒想到我吃過最好吃的棒棒糖 這樣是用肉做的 牛肉買的不夠大塊 就把它對半切開 把肉質敲到鬆軟 煎幾片培根 黑胡椒抹魚入底味 鋪上芝士片 還有煎好的培根 搗碎一些堅果備用 撒上新鮮的歐芹 一定要加點堅果 這樣口感會更好 檸檬蟹也來一點 盡量的捲得緊實一些 用土夫節把肉綁緊 第一片把肉煎至定型 表面要煎出焦荷感 美而得反應 邊角也不要放過 從板線的中間把主線穿進去 切成薄厚均勻的肉片 你們看是不是超想幫忙糖的 融化一塊黃油 直接放上去煎 不用擔心芝士會化出來 再撒上一點黑胡椒調味 簡單的擺個盤 捲起來的牛肉煎得剛剛好 肉質都會老老的鎖在其中 每一口咬下去的口感都超豐富 快做給你愛的人吃吧